夏夜晚风听爵士乐真的很棒 而且有一群音乐家还真的把爵士乐融入了台湾音乐 有一位台湾的音乐家在留学欧洲期间就邀请了八位来自意大利德国等地的乐手组成了MI乐团 一起演奏台湾的传统音乐唱台语歌 而且这个乐团还把台湾民谣跟西洋爵士乐融合在一起 现在他们回台湾巡回演出 俄国女歌手就用台语说她们只是想要 唱歌好甜 来自俄罗斯的歌手用金色的台语结合 竹笛 钢琴以及萨克斯风等乐器 重新诠释经典台湾民谣满山春色 她们是MI乐团 今年夏天她们要环台演出 呈现不一样的传统民谣 想唱歌的歌曲 我还不处划 因为它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 burst音真的是不同的 然后,终于声音是非常疑 所以,它挺辛苦的 但是,我每个人大工训试 来自台湾的黄柏树 国中毕业后到奥地利求学 决定把台湾音乐结合西方文化 两年前创立了MR乐团 现在团员共有八个人 分别来自意大利 俄罗斯 德国 列治敦斯登以及台湾 各个大友来头 像是鼓手Manuel 就曾与维也纳暗乐合作演出 而另一名鼓手Piatro 更拿下第二十届金曲奖 最佳爵士演奏专辑奖 我让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音乐 然后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说 很特别 因为是你知道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个性 然后可是他们拿台湾的概念 然后演奏成他们自己的样子 在欧洲巡演两年后 黄伯树决定回到台湾 巡回全台演出十二场 他们还上网进行群众募资 希望能够筹得五十万元的演出经费 除了传统爵士乐 还在鲁冰花 丝木的人 菊花 夜行军等经典民谣中 融入爵士曲风 我觉得台湾的精神里面 常会看到就是一种混搭的精神 对比如说很像混血 融合很多的不同的文化 对然后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混搭风 不管是建筑 影师 还是整个文化思想上面 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特色 台湾乐团首度来台 黄伯树说他要带团圆体验 台湾的歌载戏文化 以及原住民音乐 激荡出更多不同的火花